致力于推广素食爱地球观念的无肉市场 感受到南投乡亲对于他们推行理念的认同 因此发想回馈南投县 特别来到了亲爱国小进行偏乡关怀的活动 希望大家能够来响应素食一起环保爱地球 素食不等于宗教信仰 而是一种爱护地球的表现 文明全台致力于推广素食爱地球观念的无肉市集 带领素食家 素食料理业者 艺人 以及一些物资来到了仁爱乡亲爱国小 进行偏乡关怀活动 小朋友吃得开心 眼惊喜 原来没有肉的汉堡也是相当好吃呢 吃起来感觉怎么样 有肉跟没肉 口感不太一样 好吃啊 我觉得没肉比较好吃 之前在埔里有收到无肉市集的表演邀请 然后之后他们对我们印象很好 然后再邀请我们来到这边 觉得在乡下社的资源跟城市还是很不一样的 然后想要帮我们所学的跟我们所知道的带给他们 可以跟这些小朋友们一起玩 然后有感受一下部落的气息 所以这次来这个活动我会觉得非常开心 去年普里镇建教期间受药涉滩的无肉市集 因而感受到蓝头乡亲的热情 发行人张之睿特别结合中华南海慈行关怀协会等团体 朋友一起下乡回馈 我们这次提供的食物就是完全是没有奶没有蛋也没有五星的食物 我们想要让孩子了解就是在现在地球浓化的状态我们怎么可以尽一份行李来让地球更好 期盼社会大众多关注偏乡的这样子的一个工艺的活动也好 或者是物资发放也好 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其实素食并不是传统的刻板印象或是与庄教有关 而是一种环保的概念 素食料理透过不断的改进 不论是外观或是口感 让大家在品尝之后都有很大的改观 希望大家能够来享用素食 一起环保爱地球 记者中文又仍来相采访报道